推嬰兒車乘扶手電梯 推嬰兒車乘扶手電梯 後果可能很嚴重 更何況家長不在現場 俄羅斯莫斯科一間商場 上星期六發生一宗意外 一個七歲女童推嬰兒車乘扶手電梯 她的兩歲弟弟坐在車上 女童捉不找嬰兒車 結果連人帶車翻滾到扶手電梯 旁邊另一個女童受驚 立即找人求助 周圍見不到家長的蹤影 兩個幼童頭部受傷 弟弟更跌到脫牙 當地有關部門正調查商場的 安全管理是否不足 不過大部分網民都批評家長 疏忽照顧小童才導致意外發生 類似意外經常出現 四年前 內地一個推嬰兒車的媽媽 在商場搭扶手電梯 但不小心脫手 嬰兒車連人帶車滾到電梯下方 幸好有醒目途人 及時禁停扶手電梯 嬰兒只是輕微擦箱 所以提提大家 退嬰兒車時搭升降機最穩陣 睡眠 嚇吳兒車 以及酒店 都陽明明還沒找到 雷达 Honey 你會叫醒幾乎 有錢 你會叫醒